信任的前提是自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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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知道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其实我也不想再跟你一级点了 但是你给我的回答 也是挺莫能两可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们俩在一起有两年了 然后认识也有四五年了吧 感觉这些年 一直都是我在追着你 然后大概这就是我的青春吧 请珍惜我的青春 好好好 谢谢两位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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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关门 我其实挺震惊的 一段恋爱谈了两年 有一年多的时间 一直处在怀疑和不安当中 另外的一年多 就处在纠缠当中 两个人都试图改变自己 弄得遍体鳞伤的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东西 姑娘说 这也许就是我的青春吧 如果我们的青春的含义 就是谈这么一场所谓的恋爱的话 青春这两个字 是不是也太不值钱了 所以这样的爱情 就是我们不会祝福 怎么选择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我跟你说啊 这掌声啊 鼓的是这样吗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 为什么 看到这走的时候 大家是发自内心地说 哎呀 这个姑娘终于醒悟了 所以 祝他们好 今天是一堂人生课 希望他们学的会 要谢谢我们的四位老师